大家好 我是白石公主Agent 痴痴 今天很特別也是邀請到我的高中好室友 那他其實在高中畢業呢 就是去了美國念大學 工作念書 疫情前呢 才雙從北京回來 前陣子呢 在大子租了房子 然後想說租一租這個房租的價錢呢 乾脆可以拿來付貸款 那還是來買一間房子好了 我會爆料太多 應該蠻多人有這樣子的吧 在想說到底是要租房子 還是要買房之間 好像有一個取捨 Peggy是買派 我是歐派 沒有 萬華是台北最早發展的區域 無主Sally 工作地點在新北市 但為了究竟照顧住在台北市的父母 加上有停車需求 便選擇有破坪車位的住所 今天清門攤戶就來窺探她的香歸吧 歡迎Sally 她的名字叫林凱田 有沒有想到 喔 我不是有一個角色叫林凱田嗎 其實我就是用她的名字來 阿爹啊 當角色的 你做的感覺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你這間房子的大小 大概實際坪數是多少 實際坪數這邊大概19 19 然後可以有隔成小三房兩廳 對 因為有客廳然後又有餐廳 對 那你目前住進來多久了 三個多月 你是有請設計師的嗎 我沒有請設計師 我有找一個同胞 然後剩下我都是以軟裝為主啦 又是一個沒有請設計師的嗎 但也因為屋主沒有洞格間 裝潢風格變化度少 因此呢找同胞更能重視機能方面的裝潢 這個書都是你的嗎 我想問 沒有 是我過世的uncle留給我的 他是一個政治系作家 所以他的書都是跟美國歷史 還有美國總統有相關的 在哪裡 For Mostar 你們看到 對 這個嗎 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是 其中也有包含一些他的珍藏 因為他是研究甘乃迪的 甘乃迪的最有名的一個好朋友 叫做瑪莉莉莉莉 哇賽 欸 為什麼這邊又有一個標籤啊 這是有什麼特殊的嗎 這是我uncle最愛的那一位 哇 欸 他很如房好圓喔 這些書架是我從淘寶買的 然後再請基隆運到台灣 然後我再找人幫我去組裝起來 其實加起來這兩個價值 大概才4000多塊 你找人組裝是找誰幫你組裝 就是線上有一個叫 Pro360的一個網站 就是去找到上面有很多家具組裝的達人 那有很難預約嗎 我先跟大家說不是業配 因為其實我當初知道這個資訊的時候 我覺得蠻訝異的 竟然有這種服務 我覺得不會很難預約耶 就是線上溝通就可以知道很清楚的狀況了 帥嗎 這個沙發 該不會是棉豆腐的吧 它是對棉豆腐的棉豆沙系列 欸很 那為什麼你會選擇這一款沙發 因為我覺得它很深 你就可以抱著枕頭 然後在這邊 然後看電視 而且很深的話是也可以拿來當單人床 對 所以我來借助的朋友 我都只准他睡這裡 這組沙發多少 大概五萬多塊六萬 我有拿到友情折扣 我剛剛一直在訪問的時候 一直想說你到底什麼時候會被這個燈打到 為什麼要擺一盞燈在這邊啊 我覺得這盞燈的設計跟這對書很搭 通常都在沙發做什麼啊 因為你們家沒有電視耶 因為我其實有投影機了 我想要一整面牆是乾乾淨淨的 所以你只要真的有要看 你才把投影機拿出來而已 對 因為平常我大概只有看Netflix 或是Disney Plus之類等等的 這個茶几你該不會也是 掏出來的吧 是的 那為什麼你要選這個 我選它不規則形狀的 我本來是想要買Credon Barrel啦 但是我要的那個台灣沒有貨了 我就找類似的 可是為什麼這裡有凹洞 就是海韻的時候它就撞到啊 可是你沒辦法申訴說它退貨嗎 我還要帶運回大陸去嗎 不要吧 我覺得就算了啦 就拿這個衛生紙這樣一遮 看不到了啦 這個盤子是我從京都買回來的 欸這盤子很漂亮耶 還有質感喔 它這個紋路是仿木頭紋的一個樹幹形狀 你下面有放幾個瑜伽磚在這邊 對 然後可以做收納 瑜伽用品你很常用 你就是很簡易的easy 把它直接放在茶几底下 跟這個色澤很搭的這個顏色 對啊 然後拿來收納 就是一個自然色系感 就是藤辯啊 木頭啊 然後這種木質掉的感覺 為了讓玄關避免穿堂紗 又不顯得壓迫 屋主呢還設計了一個小巧思 這個窗簾呢 你該不會是要拿來擋穿堂紗了吧 你自己跟公班師傅說要做的 對 我就說我需要有一個東西可以擋一下 不然我要自己做屏風的話 或是擺一個屏風我覺得太聽尾了 那我還有放一個茶几在這個簾子後面 不能只靠這個簾子擋 這樣子一起擋 穿堂紗如果以最早期古時候來講 就是周除都是古厝嘛 那以前的那種老房子呢 因為風的關係 如果沒有這樣擋住的話 風會直接這樣貫穿過去 那如果你人住進去裡面的話 你就會覺得不舒服 而且很容易就是被風吹到 然後會感冒 我就不聚氣 你以為人其實會帶財 帶進來家裡就要把這個 財留在這個簾子的這邊 留在自己家裡 如果不留在這邊的話就穿出去 就財就流走了 所以你才會擺了一個 像是類似像聚寶盆的水晶擺在這裡 沒有錯 黃黃綠綠的 竹台是印度的竹台 我在日本買的啦 綠色水晶招財 黃水晶也是招財 藍色的代表就是人的說話 所以我覺得就是靠說話賺錢 我跟你講就是有一集啊 可以來拍一下我收藏的水晶 是不是已經很多集在拍了嗎 真的嗎 欸這個茶几很漂亮 這有什麼含義嗎 或是為什麼你想要選這一個 這是Cranet Barrel的啊 我覺得它這個大理石啊 這個設計很美啊 欸我覺得你很棒耶 你還直接買了一個全身鏡 欸這圓弧裝的好漂亮喔 對 我實際是上蝦皮買 但它是台灣製的鏡子 這個是原本就有 還是你自己買一個磁鐵 沒有原本就有 它後面是用黏的 Sally還在這邊掛了一堆包包 然後跟鑰匙還有它的外套 然後就直接就可以打開來 出門前就可以用了 然後這狗鏈嘛對不對 對 欸收納空間很好耶 這個是原本前屋主留下來的櫃子嗎 對 我把它這邊的貼皮 跟我這邊新做的櫃子的貼皮 還有就是我客廳的那個電視櫃的貼皮 全部都換成同一個色系 喔你這邊也是弄了一個衣架 是可以放一些你平常出去 馬上會用到的外套 對啊對啊 還有客人進來也可以掛在這邊 然後他們外套全部放在沙發上面 喔我懂我懂 我剛剛的外套是直接把它放在你的更衣間的衣架上面 對你應該是放在這裡才對 哈哈哈哈 客廳呢要繼續往深入的地方走呢 就是一道長長的走廊 我覺得一定有很多人好奇說 如果家裡面啊 有這種長長的走廊就是浪費空間 但是因為你當初沒有改格局對不對 沒有沒有 我覺得要敲牆的話 花的成本會高很多 所以我就不想要改任何牆面 再慢慢往後走 來到了是我們的飯廳跟我們的廚房 來家裡還是要做客 你知道我們現在已經11月份了嗎 是不是很冷 妳有喝過熬雞精嗎 沒有耶 就是因為我之前動軟的時候嘛 然後我都會每天喝那個雞精來補一下身子 因為本身是數據工程師嘛 因為我在瑜伽嘛 很適合有在運動的人 或者是酒做的人喝 喝的方式很簡單 你只要就是泡那個熱水 三分鐘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就到出來直接喝 我覺得它特別是因為 它是有老母雞加豬男排骨 一起下去燉的 所以其實它不會只有雞的味道 然後因為它是有暖漿口味嘛 還有添加那種特級的乾漿 它非常的滋味也不會嗆口 你沒有豐富的營養精華 它沒有很新 然後 漿味好像也沒有很重耶 就是應該說不會有那種很噁心的 辣味 不會說讓你覺得很刺鼻 欸我不是帶一盒來送你嗎 我幹嘛要喝 我就喜歡喝啊 我覺得你的桌上夢 算是比較軟一點的 像這種餐桌好像有點復古的感覺 你這個椅子啊 就是有個名字叫做安妮椅 這條線該不會是還可以拉開吧 對它等一下我們只要把它這樣 撐開來 然後把裡面的木頭翻出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 比較像是橢圓形的桌子 你這個是用什麼掛上去的 我是用3M的雙層的那個膠 因為它這個燈 它是可以調整角度的嘛 沒錯 然後調整角度的話 你就可以拿來照漂亮的照片 我覺得大同電鍋超漂亮的 今天好白色 對這是我的好朋友Sunny送給我的入處裡 其實有珍珠消光漆眼 然後這也是霧面的 那這一個櫃子呢 這個也是你自己組來的嗎 這個是無印良品的櫃子 它非常的好看 我看了它很久 它那個螺絲釘可以自己鬆開 它會附一個小東西 把它鬆開之後 我可以把這個橙板就是移動 然後我還是要跟大家推一下 就是這一個 什麼啦 這個應該是一個日本的牌子 然後它是磁吸的 對不是太厚 反正就是通常冰箱或者是洗衣機嘛 基本上來說都是可以用磁吸的東西 放你的餐巾紙啊 可以這樣掛著 那我記得它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是 它可以放洗衣球 洗衣精 是平台式的 不是沒有 對你就可以這樣擺著 然後你就可以黏在 吸在那上面 選一個白色的冰箱欸 對啊 我朋友特別跟我講說 我們要選用一級用電 就是比較省電 我比較訝異的是 請問那個架子要怎麼找到這麼細的 可以讓你收納這些瓶瓶罐罐 我很常會容易把一些 常常吃的藥品啊 放在桌上或是中島上面 對都會放在餐桌上 可是你這個架子其實就是 你可以擺在很明顯的地方 然後又可以收進去 然後當你要吃的時候 再把它拉出來 沒錯 然後再把它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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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的最內部呢 是分別是Sally的主臥 跟她拿來做書房 那我們今天先來看主臥的部分 欸採光非常好欸 非常棒 這個主臥呢 剛好可以擺了下一個 標準的雙人床 但我蠻好奇的是 為什麼你沒有做窗簾啊 我覺得陽光灑進來 很感覺很棒啊 舊家的時候做我的窗簾 然後我捨不得丟掉 我想說 反正我也不真的需要 等一下 你的窗簾真的是只有一半欸 可是早上五點就會被亮醒的欸 太陽從東邊升起在那邊 所以這邊潮溪喔 這邊是男 好啦如果你們真的跟Sally一樣的話 是有辦法接受就是被亮醒的人的話 其實也不用花什麼錢在窗簾上面 因為其實窗簾真的價錢不低 我那時候幫我媽家裝潢的時候 窗簾就花了大概有沒有十幾二十啊 而且如果你是要電動窗簾的話就更多 通常都是明天暗房嘛 所以窗簾是有兩層的 一層是薄的 然後一層是深的 就是要整個蓋住可以遮光的窗簾 然後再加上還有軌道 下面這個皮革的床很舒服欸 這是台灣工廠做的 板子也是台灣工廠做的 床底下也太多收納空間了吧 超級無敵多 因為我就記得你從美國那邊回來 其實你一定很多厚重的外套啊 我剛剛一直在翻你的衣櫃完全沒有這些 沒有 完全沒有 你就把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 就全部把它塞在這 桿子主要是抓到好的工廠 不要做到那種很容易壞掉就好了 沒有錯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那種IKEA 然後很容易就斷掉了 就是工廠它有保固 所以有壞掉的話 他們就拿回去修 板子本來它會有一個扣 扣子會扣在這個床底 但它是完全靠床墊的重量去壓它 如果要做的話 其實在訂做床的時候就要先確認好 這個床板跟這個床底有沒有就是一個扣這樣子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床已經是我把它加高過了 然後我的床墊也是 找台灣一個工廠訂做的床墊 然後它的重量也夠 所以其實也不至於到會 浮浮的 我知道妳是不是因為受限於空間的關係 所以妳旁邊沒有設定床邊櫃 也沒有設計床頭燈 但是妳擺了這一個 它可以上下開 往上跟往下 哇 好厲害喔 所以我可以閱讀 這個房間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那個夜燈不是做的特別好 床頭那個開關 它開關的是頭頂 頭頂的燈 可是老實說晚上的話 妳不會想要開頭頂燈 太亮了 妳這個床板 就是把它拿來當重頭櫃的概念 對就是我的眼鏡還都會放在這裡之類的 這個門片是妳自己的還是前五組的 這個門片是前五組的 但它原本的顏色很深 所以我就請那個同胞先生跟那個油漆 一起把這個顏色換掉 之前Sally有提到 它沒有跟同胞師傅要求 但是同胞師傅幫他加了一個防撞棉 試一次完全沒有聲音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大聲到樓上樓下是聽得到 你那個門碰到聲音 喔真的真的真的 它不只這邊黏了 它在另外一邊也黏了 每一個每一個門都用 它整個框都黏了 你們家的收編樽做得很棒 就是它這邊有幫你做一個那個編條 我們的同胞先生就是一級棒 所以他很認真的就是都有來 然後找的遊戲師傅也是很棒 所以他吸的就是很認真 就連我書房的那個桌子也是他吸的 這裡是 這裡是我的書房加化妝房 這應該是你訂做的吧 沒錯 我其實本來想要買電動書桌 但是這個位置 然後我想要完全利用它 一半拿來當工作用 一半拿來化妝用 所以有一個行座的好處是 有時候看電腦並不是真的只有正對著 如果說你是有習慣接雙螢幕 你就可以把你的螢幕放得稍微在側邊一點點的地方 風潮連超貴 但是它很有質感 它就是可以自己這樣子上下 我以為要這樣子拉拉拉 也可以拉拉拉 比較便宜 這個是IKEA的那個洞洞板 上面可以掛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那為什麼你家具沒有用IKEA 如果買IKEA很容易買到那種是貼皮的 貼皮的木頭它就很容易起皮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通常一兩年就起皮了 如果要買它的實木家具的話 那我不如訂做一個我自己的適合的尺寸 這台灣的椅子你知道嗎 Made in Taiwan 對啊它這是做兒童家具的椅子 你一坐上去你就回不去 椅子它其實老實說不一定要真的買到有牌子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你一定要去試做 因為你試做才知道說到底適不適合你 然後這邊是我的刷筒 大家看一看 這刷筒 這張是它可不可以旋轉吧 欸可以旋轉欸 它還可以關起來 欸可以欸 防塵 這個衣櫥也是前屋主留下來的嗎 沒錯沒錯 那貼皮你應該沒有在改吧 貼皮沒有改喔 因為太花錢了 這邊是我的香香櫃 香香抽屜 就是這邊都是我的花巾啊 然後你看這個是愛草包 除惠的 好 這個是轉圈的 啊其實我之前也有買這個欸 我之前為了收納我的保養品就有用這個 熊熊是你們Sally大學的幸運熊 我研究所那個念這裡 我畢業的時候我弟買給我的 這個照片是不是我拍的 是 在餐桌的另外一邊呢 剛好就是一字型的廚房 這是你自己家的吧 對因為廚房的照明 只有你頭頂的看到這盞燈 在晚上煮飯的時候很暗 所以我就自己找那個 也是請同胞先生加了一盞燈在這裡 然後它是觸控式的 所以就是 這樣 哎呦很方便欸 這個層板呢 其實我也是這一次裝潢的時候換掉的 原本是建商戶的那個板子 前屋主或是之前租出去的時候 有把它弄髒 把它弄得黃黃的 這種塑膠的層板如果是用太熱的東西放上去 它就會發黃 所以我也是換了一個塑膠的啦 但只是它是用一個石頭的紋路 然後是韓國的 所以使用上就要小心一點 你這邊啊 最貴的該不會就是這個垃圾桶吧 你怎麼知道 百貨公司定價6000塊 我買到4000多塊 在這個踏板啊 你踩邊邊就好 你不用踩太中間 邊邊對 你踩下去 是不是很不費力 看起來我同事好像沒有被吸引到 很得意的shona是多得意 這是我買了兩個伸縮桿 它是一組的嗎 它是可以一組買的 那你也可以分開買啦 我必須要推一下工作陽台 做一個這樣的櫃子非常的方便 因為有時候真的太多 Lilicoco雜七雜八的東西要收納 你這櫃子也是屋主就已經先做好了 櫃子是先做好 但是它原本的皮不是這個顏色 欸收納空間超大 這可以放四個行李箱欸 喔不對你放了五個 而且它還把它加高了 還有底 或是你有一些什麼小城板 手推車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收納起來 然後放在最下面 掃地的時候也比較好掃 因為如果你直接做到底的話 它有可能會激縫會有水之類的 然後更一個可能是說 如果說你的下方是有排水孔的話 對 Sally這邊做了兩個城板 然後完美的收納了 比如說有些人就是 我沒有要買烘乾肌嗎 我就是其實想要放一個 不管是滾筒式 或是直立式的洗衣機 擺在下方 可是上面如果我有做一個城板的話 就可以收納我全部的衣架 或者是洗衣精之類的 我剛剛一直以為這邊是一個架子 結果不是 它真的是一個磁吸太厚 欸沒想到你空間這麼的大欸 你還有一間小房間 而且採光非常的好 那更衣間的部分的話 就是只有這個小小的衣櫥 也是前屋主留下來的 對這個衣櫥我其實不是很喜歡 我想把它拆掉 然後把這整間房間 做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更衣室 可是我的同胞先生 他很節省 他說其實這個木工做起來也不便宜 然後他覺得拆掉太可惜 這個地方本來是客房啦 但我就是把它拿來當我的更衣室這樣子 如果之後要變成人住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就是那麼高我要怎麼 你就拿你的那個衣架子 這樣子把它打開來 好厲害喔 Zelly這邊特別提到說 他做了一個鏡面櫃 然後裡面可以放他很多化妝品跟保養品 直接把電動牙刷放在這 而且抽馬桶的時候啊 從馬桶上噴出來那些小細菌 你是看不到的 那如果噴噴噴 就會噴到你的牙刷上面刷頭 你就刷了別人的屎在你嘴巴裡面 喔不是自己的屎嗎 也會有別人的屎啊 你竟然連隱形眼鏡都有錯分類 你知道為什麼要雙開門嗎 雙開門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嗎這樣兩邊 右邊的這個櫃都是我日常會 一回家就會要用到的卸妝洗臉 我比較用不到的放在大扇門裡面 比較用得到的都放在右邊的小扇門裡面 你知道這個浴室裡面啊 我唯一只有動到的就是這個臉蓬頭 可以幫你過濾水嗎 蠻有錯 可是它不要換濾心嗎 它要換濾心 你也可以換各種不同的味道的濾心 重點是它噴出來的水很細緻 因為水很細緻就很適合來沖眉眉 好好好 這個小籃子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它是我拿來洗刷具的 有紋路的是拿來嚕刷頭 然後嚕完之後底座 可以把它插在它的底座然後亮乾 喔好厲害喔 好耶我們謝謝Sally 那東區為什麼你想要選擇這個地方啊 因為其實跟你原本的生活圈差蠻多的耶 你說東區嗎 對啊 我在東區看到的房子啊 大部分新城屋 採光都沒有這間房子好 沒有破到平面車位 因為我平常我要開車上班 因為其實這邊算是台北西區 算比較老城的地方 那其實周邊很多房子都沒有蓋起來 或是房子偏沒那麼高 對 那基本上都是可以看得出去的 怎麼了 它要摸摸 那房子的部分是爸爸媽媽有幫忙分單頭七塊嗎 喔他們幫了蠻大的忙的 那貸款的部分呢 就是在你的薪水大概比例是多少 貸款加上我的管理費的話大概是差不多一半了 有沒有一些事你覺得當初沒有想到但是住進來 可能是你比較失敗的裝潢 我到最後收尾的時候我才想到我應該要做的一些地方 像是我想做髮廊牆 髮廊牆它就是一個瓷溪式的牆 所以也是可以拿來做收納是在哪個地方啊 就是在我的廚房的牆面上面 還有我的書房的背面的牆面上面 那兩個地方如果我拿來做瓷溪牆的話 我就可以很好利用的去吸任何我要收納或是 日常會使用到的東西 主要是牆面上面有一些水泥的泥做 線條不是做的特別好 跟門板上面貼合的那個線還是會有縫隙 這個是原本就這樣子了吧 其實原本沒有任何人發現 直到就是我們做完整個裝潢工程之後 然後我們在驗收的過程中 就是同胞先生跟我說這件事情 就是建商的問題 牆的線條這件事情 他們可能也覺得影響不了整個屋子的結構 所以就覺得說它並不會造成所謂的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就可能就給過了這樣子 因為畢竟Selie買的不算是新陳屋 已經算是二手中古屋這樣 提醒大家可能業屋 對大家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畢竟現在可能 對於它來講可能是缺工缺料 那可能會有一些細節上 並不是真的有辦法過濾到 有一樣東西是我們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就是電線 一般的電線它的粗細會影響到它電流量的一個多寡 所以它粗的電線應該是專門是連接那些插座 是給冰箱啊電磁爐等等的去做使用 那如果你的電線不夠粗的話 然後大部分房子所有的電器都在跑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跳電 所以我有請我同胞先生再檢查一遍所有的電線的內容 然後它有針對給冰箱使用 還有給微波羅使用的那幾個插座 發現不夠粗 那它就是又重新拉了一條 找到朋友之間有去做過裝潢 然後請他們介紹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請Selie呢幫我們用一句 買房對於來說是什麼 我覺得買房就是一個很爽的事情 還是要覺得Selie非常厲害 因為真的是從頭到尾就自己來跟同胞做接洽 然後也沒有其他人幫忙或是給建議 好的以上就是青門踏戶 那如果大家有意願要讓我去青門踏戶的話 也可以歡迎把你們的房子資訊呢 沒有到我們信箱 那我們後續我們美麗的窗口呢 會跟你們做接洽喔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